应用技巧啊 其他的一些应用技巧 就是什么技巧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其他一些应用技巧 就是关于 首先是一个什么技巧呢 就是关于这个margin的技巧啊 margin的一些技巧啊 margin什么技巧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啊 margin的一个技巧 好 003啊 这个margin 使用技巧 好 同样的比如说这里来个盒子 是吧 BOX啊 好 BOX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给他一个样式 是吧 给他一个样式啊 好 给他一个样式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BOX 这个BOX它的宽啊 它的宽的话是200啊 200px啊 好 高度的话也是200px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呢 它的背景色给他拿一个什么呢 构子是吧 构子啊 好 这样一个盒子啊 好 这样一个盒子的话 我现在要做什么呢 看一下啊 这样一个盒子啊 现在要做什么呢 就是这个盒子怎么样 我想让他什么 相对于这个浏览器 居中啊 水平居中啊 我说的是水平居中 是吧 水平居中我可以怎么做呢 有人说用那个align 可不可以啊 啊 它没有那个属性啊 没有那个align属性啊 align属性是指的 那个表格里面有啊 我们这个盒子里面 没有这个align属性啊 水平居中 水平属性里面 也没有这个什么align属性啊 没有这个align属性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 居中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实际上是用什么呢 用外边去把它撑开 啊 撑成居中啊 啊 好 那么怎么让它居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是什么 用marking吧 是吧 好 比如说我设一个marking marking left 我假如说我给个200px 是不是把它撑到了什么呢 把它撑成200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我是不是 大概要算一下 如果说这个整体宽度是多少 是吧 然后我整体宽度 再减去这个盒子的宽度 然后再除以二 是不是就是可以在哪里居中了 是吧 那么你个宽度到底多少呢 是吧 我好像不知道吧 是吧 我还得怎么样呢 自己算一下 是吧 然后我看一下 我的屏幕分辨率 是不是这样的 啊 我看一下我的屏幕分辨率啊 然后才知道 它大概有多宽吧 1280 是不是这样的 大概是这么宽是吧 那么不同的什么电脑是不是这个宽度不一样啊 是吧 比如说有大屏幕的 那么就怎么样 比如说有1600的是吧 有什么1380的 那么这个是不是做不到啊 是吧 我在我的电脑上居中了 那么在别人电脑上是不是是不是不居中啊 好 那么这么做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啊 这么做是做不到的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实际上是怎么样 有一个技巧啊 有一个什么技巧呢 marking的这个技巧啊 marking什么技巧呢 我们marking 比如说设置这个什么呢 设置四边的值 是不是可以这么设置啊 比如说设置 比如说这个marking 比如说这个是 如果是写四个值的话 比如说我这里写四个值啊 假如说这个五十px 然后再来一个六十px 然后再来一个一百px 然后再来个两百px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指的是它的什么 上面是五十吧 然后是右边是六十吧 下边是一百吧 左边是两百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就是随时针 是吧 跟我们的pattles是一样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是吧 这个是上面是五十是吧 上面是五十 右边是六十啊 右边是六十的话 这个看不出来吧 除非它右边有东西是吧 把它撑开仔看得到是吧 右边看不出来啊 下边这个也看不出来是吧 下边没东西啊 下边没东西啊 下边是一百是吧 左边是两百 看得出来吗 左边是两百 是这个 这个是吧 这个是两百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除了这个margin除了设置这个值之外的话 还有一个什么 关键字叫什么 O2 O2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动 自动的话 然后让它怎么样 可以什么 自动的去计算 啊 那么这个自动计算的这个O2呢 只能用在宽度方向啊 不能用在高度方向啊 这是它不好的一个地方啊 它可以用在宽度方向 好 比如说 那么哪个是宽度方向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五值是高度的方向吧 是吧 是上吧 然后这个是不是右啊 然后这个是不是左啊 是吧 好 这个是 不是吧 这个是下啊 这个是左啊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想怎么样 把什么呢 我们把什么 这个换成O2啊 这个是右边换成O2 是吧 然后的话 我们把什么呢 把这个什么呢 左边也换成O2 好 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上面是五十 下面是一百 是吧 左右O2 左右都是O2 那么O2之后 它这个时候是怎么做呢 它就去自己去算了啊 怎么算呢 它把左右的什么呢 宽度 什么呢 把它加起来 然后再除以二 然后负值给左右的这个值 明白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让它据中了 可以让它据中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刷新一下 那么它这个时候是不是据中了啊 这是它的一个技巧啊 它的一个技巧啊 那么的话 比如说这个 我们把它缩小一下 它是不是也是据中啊 都是据中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O2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计算方法啊 它的这个技巧啊 是不是据中了啊 是不是据中了啊 如果屏幕很大的话 它也会据中啊 也会据中啊 好 这是它的一个技巧啊 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稍微简写一点呢 简写一点啊 怎么简写呢 比如说我简写成什么呢 marking吧 marking啊 好 marking然后是 上面是50吧 上面是50px啊 好 左右说O2是吧 左右O2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写一个啊 然后再写一个100px 这个看得清楚吧 好 我现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写了三个啊 写了三个之后什么 第一个是表示上吧 是吧 第二个是表示什么 左右 是不是 我们昨天说了吧 padding 比如如果padding给了三个值的话 第二个值是表示左右 是不是这样的 第三个值是表示下吧 那么我们的marking实际上也一样 是不是这样的啊 marking也一样啊 marking的话也是 这个表示左右都是O2啊 这个时候这么写的话 也可以什么呢 可能效果是一样的 是吧 好 我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让它什么 聚中了吧 聚中了啊 好 这个是marking的什么呢 第一个使用技巧啊 marking的第一个使用技巧 好 上面是50 左右是O2 下面是100 这样子的 好